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中国版 各位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的中国文艺 这里是周末版的录制现场 我是主持人孟盛楠 欢迎各位的到来 欢迎大家 朋友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民族音乐家 诞辰一百周年而做的 有人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他的歌声 也有人说如果没有他 那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 就无法传向世界 那么经他改编 搜集整理创作的 一千多首音乐作品中 因为他才情的加入 才变成了名品和精品 那么他就是被誉为西部歌王的 王洛斌先生 但是他更喜欢自己的一个称呼 就是西部民歌的传歌者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让我们掌声请出 歌唱家严维伦先生 演唱王洛斌先生的一首代表作品 《在那遥远的地方》 掌声有请 《在那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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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起了财产 跟她虚无恙 每天看着她纷红的笑脸 和那美丽经典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那座细细的疲憊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我愿她那座细细的疲憊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朋友们 在王乐斌先生的很多音乐作品背后 都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两位嘉宾 可以说是对王乐斌先生 最为了解的人 一位是王乐斌先生之子王海诚先生 而另一位是著名的瓷作家 剧作家 编剧李又荣先生 我们掌声请上二位 咱们就拿一开篇的那首 《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例 我想先问问王先生 那很多人都是在日后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的作者是王乐斌 一直以为他是一首青海民歌 那么在这个歌曲的创作背后 您知道他跟您的父亲 有着怎样的渊源吗 1939年 我父亲王乐斌先生呢 他在这个青海 陪一个电影摄影队 去青海湖 陪一个电影 叫《民族万岁》 认识了一个当地的 牧羊姑娘 琢瑪 后来就为这个琢瑪姑娘 写了这首歌叫 《在那遥远的地方》 那这首歌写好以后呢 实际上他还没有正式发表 那我父亲呢 他又把它用到一张 当时一个抗日的一个歌剧 叫《沙漠之歌》 用到其中的里面了 他一直是作为一个情歌在唱 我们还不知道 他背后还有 王乐斌先生呢 将这首歌曲呢 当时是融入了 他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他一种民族的精神 后来呢 这个歌写好了 正当我父亲准备发表的时候 他又被国民党当局呢 关到这个监狱里去了 从此以后呢 他就销声匿迹 这首歌曲呢 就一直作为是 青海民歌在流传 日后才被大家所熟知 一直到八十点点 但是我想您也说到了 无论是王乐斌先生 经历怎样坎坷的同时 这首歌一直在流传 没有断掉 没错 所以我想问问李先生 一首音乐作品 它能一直传承 不管创作它的人 受到了怎样的抨击 不管他此刻 在经历了怎样的不易 但是歌一直流下来 一直成为了瑰宝 那么它一定有 它传承的魅力所在 对吗 这一首歌 它对创作人员 它有了很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什么样的歌词 是最好的 这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歌词是哪里呢 平白如画 语意深刻 它最后的那个呢 你看那个是 一般人写不了的 我愿遍一只小羊 跟在它身旁 还愿它的鞭子 轻轻地抽到我的身上 而且这个呢 作为歌曲的结尾 这种结法是空前绝后的 没有艺术家敢这样写的 是它又用一个呢 蒙太基手法 一个定歌 然后表达了一个 对这个女孩的一个很喜爱 还有一层深意识 深意识是什么 刚才海诚说的 它有一个时代背景 一个作品 时代背景 是抗日战争时期 这首歌啊 包含了一个对民族 对国家 一个深情的厚爱在里边 这是它的主体的生化 其实这深意在这里 深意在这里 好 那让我们跟随一个短片 共同梳理走进 王洛斌先生的音乐历程 1913年12月 王洛斌出生在北京 一个小职员的家庭 17岁考入当时的 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 大学时代 王洛斌的作曲教授 是留学归博的 汪文昭先生 钢琴教授 是德国人古部课 声乐教授 是俄国沙皇 尼古拉医师的亲妹妹 中文瓦特 尼古拉萨 东斯斯奇多九岁 在西洋音乐的熏陶下 那时 王洛斌最大的梦想 就是 有一天 能远复法国 巴黎音乐随便 去神造 由于家庭的变故 残差万年就要 毕业的王洛斌 不得不离开学校 为了多赚钱 实现去巴黎的梦想 王洛斌同时 今日极所中学的音乐教师 1937年 正当王洛斌 贯图了一切 去法国的手续 眼看着 他去巴黎学习音乐的乐吧 就要实现的时候 吴沟桥事变爆发了 王洛斌没有出国 而是随同赛克 湘军等人 前往山西 参加巴默军 西北战地服务团 投身到宣传抗日救国的 洪流之中 他想 等打完日本鬼子 再去巴黎选音乐 那只 在西北 遇上吴朵梅 改变了王洛斌 一生的命运 那是在 1938年的影响 王洛斌和 孝军 塞克等人 因大雨 受困在 六盘山下的 一街客栈 就在那里 从一位车马店 女老板 吴朵梅的口中 王洛斌第一次听到了 西北最原始的民歌 瞬间 整理也好 是从 打板城的姑娘开始的 能这么说吗 可以这样说 1938年 我父亲在 兰州 参加了 西北抗战剧团 有一天 他们抗战剧团 去慰问 卫劳一个 运输抗战物资的 从新疆过来的 一个车队 那么这个车队上 有很多是 维吾尔族司机 在大家联欢的时候 有一个维吾尔族司机 留着小胡子 一个非常 逗的一个年轻人 他自动地 跳到台子上 说我也要唱歌 就唱了一首 咱们新疆一首 那个图鲁番名歌 叫达板城 当时他是用 维吾尔语唱的 大家都听不懂 但是我父亲 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他突然感觉到 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来自西域的 美妙的音乐 他从来没听到过 这个维吾尔族 这种旋律 这种节奏 他用笔 迅速地把它塑记下来 这个青年唱完歌以后 下午他就请他喝酒 让他把这个歌 再唱一遍 并且又找来一个 他的一个朋友 维吾尔族朋友说 你给简单翻译一下 翻译内容就是说 新疆有个达板城 那个地方有个姑娘 叫康巴尔汉 她的辫子很长 能够拖到地上 我要娶她做老婆 大概就这个意思 当天晚上的老人家 就睡不着觉 就想改这个歌 那么他就快想 他说新疆的姑娘 很漂亮 非常漂亮 都是大眼睛 长眉毛 辫子长 那个新疆的瓜果 也非常甜 所以他的第一句就是 达板城的石路 硬又平 西瓜大又甜 那里的姑娘辫子长 两个眼睛真漂亮 他用他自己的幻想 写了这首歌 那第二天呢 那个 还要欢送 这个抗战物资车队呢 继续往内地走 他们就欢送她的时候呢 他自己登台 就演唱了这首 他自己改编的 达板城的姑娘 那当时唱 凡响怎么样 这个兰州有一个老同志 他在现场看过 王乐斌演出的这个场景 他说呢 当时呢 王乐斌上去唱完以后呢 底下就口哨不断 就小年轻的 就热烈的不得了 就想学这个歌 后来说在兰州城呢 很长时间大街小巷 都是唱着达板城的姑娘 达板城啊 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地方 由于有了这个歌呢 这个地方出了名了 就像太阳岛一样 本来不出名 他由于歌曲 把它出名了 这一首歌 还有一个标志性 就是王乐斌先生啊 第一次在咱们国家 就我了解的啊 作曲家长 他是第一人 就是报名歌 改编成这个 比较受欢迎的群众歌曲 那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八支演组合 要再次为大家重温经典 一起请上他们 为大家带来 《大阪城的姑娘》 《大阪城的事物应有平安》 西瓜大优天啊 哪里有个姑娘 脚干巴儿汗 两只眼睛真漂亮 你要像家人 不要嫁给别人 你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 带着你的 妹妹 带着你的家装 赶着那马车来 你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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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带着你的家装 赶着那马车来 带着你的 带着你 带着你的 平安 道 我 понрав 膜 好 しょう Jama 你要像家人,不要嫁给别人,你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庄,赶着马车来。 你要像家人,不要嫁给别人,你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庄,赶着马车来。 你要像家人,不要嫁给别人,你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庄,赶着马车来。 我觉得可能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讲,来听这一首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是他们觉得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半个月亮爬上来。 这首歌我们觉得好美,半个月亮爬上来,特别的浪漫。 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好玩的事情呢? 这个歌说起来也是那个在抗战争时期。 1939年,他给他们那个团里的演员写一个小合唱的歌曲, 就是半个月亮爬上来。 我父亲告诉我,这是我们新疆的南疆塞奈木的一个舞曲。 其实歌词是他自己编的。 当时大家唱的时候呢,有一个称语叫, 伊拉拉下一个,伊拉拉下一个。 这个下一个呢,是我们维吾尔语呢, 它用的是那个花仇子的意思。 那个仇子。 下一个是花仇子的意思。 仇子的意思。 那伊拉拉下一个加起来是什么意思? 伊拉拉是一个,它是个称语嘛。 就是一个称词称词。 伊拉拉拉下一个。 本来是很美的,伊拉拉下一个花仇子, 大家边唱边舞的。 结果演员们呢,都不喜欢唱。 觉得这个下一个呢, 他一唱就是伊拉拉杀一个,伊拉拉杀一个。 就让人想到那个战争年代, 日本鬼子的刺刀,这在杀人。 就有很多演员给他提意见。 我父亲呢,就又思考了一晚上这个问题。 干脆把下一个改成了, 《爬上来》。 伊拉拉爬上来。 伊拉拉爬上来。 这样呢,通过他的稍微的改动, 也就是画龙点睛, 使这个《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曲呢, 升华为一个经典的艺术歌曲。 以这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合唱团, 包括外国人合唱团, 都在唱这个《半个月亮爬上来》。 怎么样朋友们,想不想听听啊。 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黑鸭子演唱》, 准备大家重现这首《半个月亮爬上来》。 半个月亮爬上来 一拉拉爬上来。 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 一拉拉梳妆台。 一拉拉梳妆台。 快打开。 一拉拉快打开。 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 轻轻地扔下来。 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 轻轻地扔下来。 一拉拉。 一拉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轻地忍下来 再把你那眉不沾一头 轻轻地忍下来 王乐斌先生搜集整理了很多新疆民歌 据我所知 在创作《打板城的姑娘》的时候 王乐斌先生是不是还没有去过新疆呢 是的 那是1938年 我父亲真正去新疆 是1949年参军 参加解放军进新疆的 如果说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些新疆民歌 都是王乐斌先生凭借情 凭借爱 凭借创作的一个经验和水准 带出来的成功之作的话 我真想请两位跟大家说说 有没有因为没有去过新疆 一开始创作或者说改编 没有那么顺利的 也出过点岔子的 有这种音乐作品吗 也有 你比如说那个艺术 那个哈萨克名歌 叫《马依拉》 这个歌呢 就我父亲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才把它完成的 这个歌呢 当时是1939年 我父亲在青海 不是当音乐老师吗 他就接触了一些哈萨克 在青海生活的这些歌手 就从他们那儿 也收集了一些歌曲 其中就包括这个《马依拉》 那么他这个改编的 这个《马依拉》呢 是三段歌词 前面两段呢 都是非常欢快 我是瓦迪歌手 名叫马依拉什么什么 特别欢快啊 那么到了第三段的时候呢 可能是当时 他根据那个原来的歌词的本意啊 就是说那个白手巾 遮不住 苍苍白发 那个门前的那个拴马装 空空荡荡 从前的哈萨克 也不知道去向 好像这个特别伤感的 那个意思 当时西宁啊 有个女子师范 我父亲去带课 就是给这个女的 女孩子们就交买了 大家特别喜欢唱 但是每次唱到第三段的时候 就发现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含糊不清 甚至还低下头来 窃窃私语 后来我父亲就问他们 怎么回事 他们就说 王老师说这个第三段歌词不好 不好 他们说哪儿觉得不好了呢 女孩子们他们不希望 这么荒派的歌曲 变成了一个 突然变成一个 苍苍白发的老太太了 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个 我父亲当时呢 也想把这个歌曲赶快改一下 让他们继续唱 后来也是阴差阳错吧 不是后来又蹲监狱了吗 他在兰州被扣 扣在兰州蹲了四年监狱 就把这个事给放下了 一直到1949年 我父亲跟着解放军进入新疆以后 他亲眼才看到了哈萨克 新疆的哈萨克 新中国成立以后 给哈萨克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哈萨克人民那种喜悦的心情 他突然萌发出来 哎呀 是把这个第三段歌词 进行修改的时候了 后来很快他就把它修改了 修改的歌词是 白手今四面上绣满了玫瑰花 谁能来唱一首歌 比比玛伊拉 很欢快的 整个大街小巷 都是玛伊拉的歌声 经过王乐斌先生 再度改编 凸显芳华的这首玛伊拉 那今天为我们演唱的 这个姑娘啊 她就叫玛伊拉 covetскомpnchos 是玛伊拉的歌声 只会我们声 Foster та领来的师妹 山姓开饭 Zither Harp 我是我的姑娘 名叫梅拉 白树钦丝变山 绣买了美丽花 年轻的花色苗 人人绣我绣是个山 虽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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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四季调 春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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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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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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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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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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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